NBA台语球星林书豪 昨天下午和家人到台北市西门町的梦想之家 跟将近两百位的弱势学生来互动 带您一起去看看 林书豪一现身西门町梦想之家的孩子们掌声加尖叫 做梦也没想到能和他近距离接触 连玩好几个游戏学童们一有机会就钻到好哥哥身边 还不会写国字的小学生用注音写出守备位置 只为了拿到他亲手抛出的迷你篮球 一大球说很帅 谢谢 同一个来个掌声 不知问起 OK 第二个 互动没架子 一同前来的林爸爸林妈妈 哥哥和弟弟也加入阵容 全家人一起来给都会区的弱势学生鼓励 他们来自美国 他们知道在美国的都会区有很多贫穷的孩子 他们面对很多的状况 那在台北 在西门町 在西区 在我们都会区里面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那么林书豪一直都是年轻人的榜样 那特别是林书豪不只是他打球打得好 或是学问很好 而是最重要是他那个克服逆境 力争上游的精神 分享新路历程如何达成梦想 林书豪希望有所帮助 而孩子们则把对他的祝福 全写在卡片上送给他 带给他满满的感动 记者林书豪 沈志明台北报道